让民众缴纳护证规费更加便利 台中市除了原本既有的 悠悠卡、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以外 又再新增加了e卡通电子票证 以及台湾Pay、LinePay 接口支付等支付的方式 不用担心出门忘记带钱 民众只要一机或一卡在手 就能够付费 让便利的服务再升级 我忘记带我的money 我要打电话找人家户救急 舞台上民众不小心弄丢身份证 来到护证准备重新申办一张 办完之后要缴交规费 发现忘记带钱包 这也是不少民众曾经发生过的情况 但现在民众不用担心 台湾市推出最新的行动支付方式 我们让它越方便 尤其像这种今天赖配的大监的 也让它这样子可以来进行电子支付 我相信我们的市民会更愿意用电子支付 忘记带钱包的窘境 现在只要一机或准一卡在手 就能够马上付费 台中市除了原本既有的悠悠卡 信用卡以及行动支付以外 又在新增加一卡通电子票证 以及台湾配LiPay 接口支付等支付服务 电子支付的普及也提高了使用率 有有有对确实是更方便 像你自己个人使用的信用卡 对LiPay跟ApplePay 就是绑定信用卡这样子 我本身钱包不喜欢放太多钱 因为我平常也是很喜欢用信用卡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公务部门 他们可以把这个纳入到这样的服务上面 对大家的说是蛮好便的 是的 那早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先推这个悠悠卡的部分 在103年就开始推 然后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多元支付的工具来加入 然后到今年2月的时候呢 我们甚至于就把LiPay啦这些 还有LiPay还有这个接口支付呢 还有我们最重要就是在把这个我们的一卡通 因为很多老人家他可能有一卡通 但是他之前就是没有处置就不能用 我们在今年的时候也把这个一并纳进来 随着付费习惯的改变 推出护证归费多元的行动支付方式 让民众有更多的选择 不用再担心忘记带钱包 也可以节省找零钱的时间 也让不少民众大赞便利的服务再升级 这里加华晨庄台中仓报道 政府文明经许可判询 所以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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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点赞 点赞 订阅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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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